最近美国跟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感觉像在打桥牌 这个互相感觉在合作一样 可是对手感觉非常非常的低调 我们先来看到最近消息很多 我们先整理最新的就是 美国参联会的主席米利 大家应该对他也很熟悉 有人翻叫米利 突然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美中台在今年1月 差点爆发了军事动物的可能 大家记得那时候不是说 原本说有什么驻美国 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本来要来 他说一度还传说都已经上了飞机 在空中飞了 拉回来 不管怎么样 他临时取消的访台 才避免一场可能的军事灾难 而我们的总统回应说什么 都有密切掌握 我根据我的记忆回想一下 那时候感觉大家觉得是一个意外 就是克拉夫特大家准备好要来的 他是突然不来 我们是被告知 我们真的有密切掌握 而且真的有所谓 他会差点要插枪走火的军事灾难吗 我先请问一下赖教授 那时候为什么有可能 如果假设密立讲的是真的 不是说虚张声势的话 有什么样的状况会变成 差一点插枪走火 第一个我判断 台湾这边民进党当局没有掌握 看起来是大家 怎么不来了 他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因为密立的这通电话 是后来被泄露出来 那台湾不可能被告知 以美国的这种做法来说的话 你想想看 当初密立打电话的时候 只有多少人知道 非常少的人知道 也就是说 除了他们参谋首长 联系会议主席的相关的 这些角色的高层知道 还有就是川普跟旁边的庞贝奥 因为当时也被问到 庞贝奥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也知道 因为他们是事后被告知 那他准备要毕业旅行吗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绝对不可能通知台湾 所以民进党当局是完全 没有掌握到这个情况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当初他们还开心到不行 那个宣传做得大大的 新闻很高调 说联合国的特使摇到台湾来 新闻做得多高调 要拜访这 要拜访那 都已经化好了 还欢欣鼓舞 他不知道已经是兵凶站委了 已经美国已经军方已经发掘事态严重 因为美国他们的军方很清楚地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在选举期间 跟选举后的事 因为两通电话 一个是选前 一个是选后 选后就是国会山庄 发生了这些 如果就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培洛西他的标准来讲的话 那是美国的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因为按照培洛西的标准 那就是美国的美 那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怎么会美国现在司法部门 要去追杀他们 要去起诉他们呢 因为按照中议长的评论 他是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他们就不应该去追杀他们 就不应该对那些 他们定位为暴徒 因为那些美丽风景线的人 当然是美丽的人 在香港是美丽风景线 现在美国就不没力了 对啊 那这些人 是到美国的国会里面 去表达他的意见 所以他是合情合理合法 那怎么会把他定位为 说是打家常 然后是暴徒 然后要那个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两个标准 两个标准的人 就没有人格 也就是说 你只要看到 有两个标准的人 这种人就没有政治人格 没有政治人格 就没有政治诚信 就不用理会这种人讲话 所以我们就把培洛西 先放旁边 因为他不值得我们来评论了 好 那我们要讲的是 当时美国的国会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对军方来讲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 会觉得 因为当时已经有传言 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是在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我们也讨论过 我们在很多节目中 那时候台湾 也有很多人 就已经感觉不对劲 然后都认为说 相当有可能美国会 川普不想交权 不想把权力移交给拜登 因为他不肯认输 所以会挑起战端 那时候有两次时间 连美国的智库 跟台湾的很多的 亚洲的很多的智库 都在判断说 美国可能会 第一个川普在选拳的时候 会发动战争 或是发动小规模的冲突 来影响干扰他的选举 然后让选举中断 因为这是当时整个盛销城上 第二个就是 川普选输了以后不认输 所以国会山庄被占领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就判断说 相当有可能 川普要发动一个政变 然后他不承认这个选举 如果从Mini的这个电话里面 其实就确认了这件事 也就是当时解放军 可能已经是高度戒备了 也就是说已经在应对 美国可能会爆发的 一场冲突中要直接对干了 所以不是说解放军 应对要出手 是说我防止美国要对我出手 已经准备要应的一手了 反而言之也就是说 在那样的一个活动中 Mini也感受到解放军 没有往后退 也就是当美国很有可能 会发动攻击的时候 解放军并不是因为 美国会发动攻击 而他往后退 没有 是解放军是定在那个地方 准备要迎接跟美国的冲击 那在这个情形下 Mini他作为一个 参谋所长临行会议主席 他要管控这个战争风险 他要负责任的 因为他是总教练 也就是说最后是由他 在指导作战 虽然是三军统帅在那边 可是我们都知道 总教练是练兵的 他提出各种 就好像我们的参谋所长一样 我们的总参谋长一样 他其实最后是练兵的嘛 国防部部长是球队经理嘛 对 没错 然后这个总统是 这个球队的董事长 老板 对不对 董事长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经理在旁边协助 说你还需要多少人啊 需要多少件衣服啊 需要多少钱啊 这部长去张罗 就是这个经理去张罗 可是已经球队在现场中的比赛的时候 就是那个总教练 没错 他负责了嘛 参谋所长联系会议主席 跟我们的总参谋长 其实他就是这个角色 他也就是在那个地方 指挥说哪一个军哪一个军 往哪边走 他是由他来指挥的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对于他来讲的话 等于是面对很有可能 跟解放军的一场应战 可是他不想打这 他觉得没有理由打这个仗啊 所以他才会两次电话给李作成 跟他说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要打上 然后不要因为误解 然后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我认为到这么紧张的局势下 蔡英文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那时候的气氛感觉起来 你看这个美国展现 史无空前对我们的友好 大家都很高兴那样 一想这样很讽刺 这个大家其实战事已经一触即发了 然后台湾欢迎国武 迎接这个联合国特使 美国做联合国的大使 来台湾好开心喔 结果他说不来了 好失望喔 一个政党 一个领导人 把台湾带进兵凶战围 而他完全不知道 台湾已经陷入可能的 兵凶战围的情况 你看现在彭博社讲的话更露骨啊 台湾现在被推到 这个代理人战争的最前线 而这个领导人还很开心 然后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还很开心 台湾现在要准备给人家打仗 我们现在是代理人战争的最前线 这个厉害 你不得不佩服民进党当局 真是会领导 对 因为真的是 占了美光灯下来 而且我们主动的让大家看起来 我们是好像准备要在第一线了吗 因为这个礼拜大家也很注意到 蔡总统接受了CNN的专访 然后虽然这个在CNN的画面 你看到蔡总统讲话 是有所谓他的读稿机 等于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临场 我们临机应变随便闲聊 这等于是说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答案都是你好的 然后他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证实了美军在台湾 并且他说他愿意跟习近平坐下来谈 我们来看到这个问题是说 CNN的记者问他说 有多少美军人员在台湾 然后他就说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多 至于追问说 那到底有多少人 是报道讲了什么 十几人几十人吗 但蔡英文是没有回答 另外中国企图犯台 有信心美国会协防台湾吗 他说我有信心 再来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说 你怎么看到习近平 他说他想站在主导地位 让每个人都听他的 但接下来这个是有意思 他说你有兴趣跟习主席会谈吗 希望他跟他有更多的沟通吗 愿意和中国对话 而且是在处理两岸的关系时 避免误解的最佳途径 我这边先请教一下乌顾问 过去说要坐下来谈 当然有时候 蔡政府有时候会释放出这个讯息 说我们愿意跟你们对岸坐下来谈 但是这第一次感觉起来是蔡英文 跟习近平 他有在对习近平喊话吗 因为过去好像比较少见到 任何民选的首长 其实包括地方的首长也是一样 他第一任的时候 心里念字在字的都会想 我怎么连任 如果已经进入第二任的话 他就会想我怎么样安全下庄 然后我怎么样留下历史定位 历史定位 他就像是一样 下台后还深陷零屋 这当然不好 或者像马英九还天天跑法院 当然都很不好 蔡英文其实从李登辉那个时代 就已经进入政界 从学界进入政界 所以他看到非常多的情形 李登辉下台之后 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陈俊阳马英九下台什么状况 所以我相信他也会考虑这个 这也不是我们乱猜 他个人想法 这一般民选的政治领袭 都有这样子的看法 现在他已经进入第二任了 对不对 而他第二任的连任票数又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想一想 怎么样历史定位 或者就他的角度来讲 帮助台湾再推进到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 或者像赖教授讲兵修战委 还是让台湾能够变得比较平静 他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这是应该的 那我比较注意到 特别就是你刚刚讲 那两个重点的第二个 第一个重点说 这个美军在台湾有 这个对我们来讲不稀奇 早就有 这可能十几点也知道了 我相信美国也非常清楚 中国大陆也非常清楚 所以你要问 其实应该说CN 为什么这个时候访问他等等 那CN这个访问 其实更早以前就已经定了 但因为台湾发生了高雄 那个城中城事件 所以把这往后推延了一点 别人气氛不太适合 那我比较关注的是 你刚刚讲第二个重点 因为过去蔡英文 其实向对岸喊话非常多次 说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她的重点当然是谈 不是坐下来站着也可以谈 对不对 可是整个民进党的态度 就是说尽量不能不谈谈 以前那个国民党谁 吴敦义对不对 也讲过说如果他将来要怎么样 像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要谈的时候 民进党就攻击说你这个是退让 你这个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不愿意 所以民进党的其他的外围 会觉得说跟中国谈是退让 是不对的 可是蔡英文其实常常讲这件事情 他是非常想谈的 但这次很特别是他在访问当中 我仔细看那个英文的原告 他就用的都是习近平个人 有点个人对个人 这个个人对个人的喊话 这个就变得更的急切一点吧 至少我的解读是这样的 也许别人解读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想要谈的那个想法 变得比较强烈了 他想要蔡熙会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 马熙会会发生之前 大家也都不知道 也突然也就发生了对不对 蔡熙会能不能发生 这个议题其实在政界 大家讨论也非常多 我们在学校 或者我们跟一些这个研究政治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 这个议题其实我们讨论过非常久 甚至也有学者猜测说 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今年一定不是 明年2022年台湾有所谓的地方大选 九合一大选 2024年才卸任 可能2023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有各种猜测都有可能 但是这次我绝对比较不寻常 就是他用个人的 对个人的这个喊话 说习主席男友希望全世界都听他的 习近平希望这个区域 大家都听他的 难道他不想要怎样怎样 这个他习他都用的是个人对个人 所以这个我的感觉 比较稍微强烈点在这个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 是他讲了这么多 或是现在做这么多 最后感觉都是针锋相对 但是最后说我要跟你坐下来谈 这个转弯也转得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真的要坐下来吗 这个谈判之前都要替自己累积筹码 所以讲的用通俗话讲叫什么 喊架嘛 现在是喊架的阶段 那你坚持一中原则 那我希望你 他不是也常常讲说 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之下 我们愿意坐下来谈 这个没有任何前提 就是说你不能先设定一中夸架 让我跳进去 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乐观认为两岸 将来还是有机会比较和欢一点 因为如果不想打仗 谁想打仗 没有人想打仗嘛 对不对 没错 打仗就倒退10年 倒退20年 大家都不想打仗 如果不想打仗 那当然就应该要想别的 比较平和的手段来解决 我们是有机会的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